我们这一堂课开始带同学渲染我们的第一个模型 我们的第一个模型呢 我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金属零件 让同学来了解一下 今天我们把模型汇入到KeyShot之后 我有哪些最主要的步骤要做 当我们把东西叫进来之后 我们会先去针对我们要渲染的这个模型 调整出一个我想要表现出来的一个相机视角 然后针对这个物件去贴附材质 然后针对我要渲染的这个环境 去调整它的灯光背景等等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 那这些动作并没有一个绝对的顺序 有的时候我东西叫进来可能会先去贴材质 有的时候我会先去调整相机角度 这些东西并没有绝对的顺序 而且也不是一次就到位 当你渲染出一张真正你要的图面之前 可能重复做了好多次的相机角度的调整 更换了好多次的材质 也更换了好多次的环境背景 最后才得到一个业主满意 主管满意的一张图片 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个模型里面 我们有给同学一个资料夹 在Keyshot的课程资料夹里面 有一个滚花零件 在这个里面呢 有我们等一下要带进来的Sallywork的零件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我已经做好的BIP 还有一个完整的KSP的档案 如果你用BIP去打开 如果你发现我做好的这个图档里面 可能有掉了一些背景啊 有掉了一些材质的话 那你可以开启KSP KSP里面有完整的档案 好然后呢 在给同学的Keyshot课程资料夹里面 你也可以打开这个Word Keyshot操作笔记的Word档 这边有我们的一些文字步骤 还有一些相关设定 可以让同学去参考 这个没有绝对 这个是见仁见智 看你本身的需求 你可以针对自己的喜好去做调整 这个图档一刚开始 是用Sallywork所建立好的一个滚花零件 那接着呢 我们要把它汇入到我们的Keyshot里面来 好我先把我做好的这个图档先关掉 好我们开启我们的Keyshot 然后呢使用开启 然后我们把滚花零件里面的这个Sallywork的一个图档 汇入进来 好我们这边最主要的是向上方向是Y轴向上 好这个时候汇入 那汇入进来之后呢 我们先来调整一下我们这个图形的一些视角 我们在之前的课程里面呢 有跟同学强调过 我们在做相机视角的调整 通常在产品的话 我们会选择50度到70度之间 但是呢以这个机械零件来讲 你今天把透视角调整在50度 你可能会发现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变形 并且呢这个边上会有一点点倾斜 并不像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产品的图片 它这个地方会是一个直线的边 好 所以在调整视角的时候呢 也要看你产品的特性 你今天是做一个金属零件 今天的变形不能太夸张 因为你可能会让看图的客户 误以为这个图形的形状是长变形的样子 它跟我们在做一些产品设计的时候呢 这个如果你今天是做一张椅子的一些效果图 我们可能就需要做到一些比较有变形 有张力的一些视角 但是呢在做零件模型的时候呢 我们会希望尽量是以实物的造型为主 那这个时候的调整视角 就会变得比较不一样 我们在焦距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会调到50 我们在焦距的地方 我们可能会调到200 等于是用一个长焦段的镜头 来看这个物件 那这个地方你会看到它的变形量 就会比较少 那基本上可以完整的表现出 这个产品的形状 或者是你今天已经用到200了 其实你也可以调整成绝对视角 你会发现绝对视角跟相对视角 选200的焦段来说 其实感觉不大 感觉差异不大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尤其我们是在做金属零件 为了要力求它产品的一个真实形状的话 这边也会建议同学选的是绝对视角 好 那这个绝对视角 我们就可以先建立好 建立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先去把这个场景储存起来 把这个相机位置先储存起来 这个先储存 它并没有绝对 等到我材质贴进去了 等到我的环境灯光加进去了 我也会针对我的需求 再去调整我最后的相机位置 好 这个地方要先注意一下 好 这边我们会调整的是绝对视角 再来 它是一个金属零件 我们这边呢 假设用的是一个铁制品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选的是Metal里面的铁件 好 我们可以选择在我们的左边的材质库里面 找到这边有一个金属Metal 然后呢 找到一个铁件 然后我们选的是 这边有一个90度带有刷痕的一个金属材质 我们这边呢 去模拟 它是车床车出来之时候 有看到一些车道的痕迹 它是一个横向的车道痕迹 所以呢 我们选的是这个零件 左键按着不要放 然后呢 丢进去 放开 好 同学也可以针对你的需求 去调整成不同的零件 好 这边同学都可以玩玩看 好 这边没有关系 好 那请同学 先帮我 做到这个地方 好 同学如果你没有这个笔记的话 你可以开启这个Word档 然后呢 去找到我们的第一个零件 好 等一下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环境灯光 好 请同学 先做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